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這臺北股市剛剛不管是幸福哥還是慕華哥的結論 都是中性偏多 那接下來的選股邏輯 是不是從最近要公佈 營收開始做選股 其實營收是我們在觀察各國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報紙上已經有提到 已經公佈 而且是創新高 大概有這些公司 他先列舉的大概是15檔 那我們就舉最前面的這兩檔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比如說像第一檔是這個慧陽KY 我們請下一張 這是他的K線 他其實禮拜四盤中剛剛創高 為什麼 你看他這一波領先大盤創新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有一個強勁的營收動能來支撐他 那當然過高之後出現了一個短線的拉回 這也是合理的 這是第一個 再來我們看下面一檔 是一個電子股 最近其實多數的電子股都很弱 可是他是少數有領先大盤 創新高的電子股 那這家公司 他做的是比較高階的這個PCB 印刷電路板 你可以發現他股價 你看營收還沒有出來之前 他已經先從大概九十幾塊 已經拉到了一三四點五 也是創新高 所以營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察指標 那他其實對於股價來說 是比較偏利多的一個效用 那當然已經公告 他可能就已經先漲了 那我們現在看的是什麼 有可能會創新高 這個才是我們下一個階段要follow的重點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中鋼好了 中鋼的營收還沒有公佈 可是中鋼有個好習慣 他會公佈他的出貨量 這是領先指標 營收的領先指標 他已經告訴我們說 五月的出貨量是優於目標 而且他這邊有講 叫規劃的目標增加六點三萬公噸 其實簡單來說的話 他比前一個月的出貨量是增加 這是第一個 那量增加之後 我們再看下一張 重點就是產品的價格 好不好 報價 對 看這是他熱壓鋼品的報價 你可以發現也是一路漲 從四月 五月以來是一路的漲 這個是到五月二十六號 五月底 也就是說其實五月的鋼價 熱壓這個品項 他價格還是在往上漲的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常講股價是看什麼 量價 對 股價看量價關係 那你的營收會不會成長 也是看量跟價的關係 我出貨量增加 而且我出貨的產品 價格還在漲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營收 還會往上衝 合理推論 營收應該繼續往上衝 對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簡單來說 中鋼 他四月份的營收 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年增率四十五點一趴 那在五月份 他的出貨量 我們以熱壓來說 量跟價 這個重複成長的情況之下 我這邊認為或大膽的預測 中鋼的五月營收 應該會創新高 應該會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 可以多去觀察的地方 那我們看 直接看下一張 你可以發現 其實在中鋼的部分來說的話 他的股價是沒有大漲的 沒有大漲 沒有大漲才好 因為如果說他在營收公告之前 就已經先大漲一段 切入點就會非常的尷尬 那像中鋼這個 還沒有漲過的 那這個是今天你看 零週以上的黃金交差 已經開始勾起來了 雖然他股價是兩天沒漲 但是這個稍微有一點意思 開始有慢慢勾起來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來看的話 在中鋼的營收還沒有公布之前 大家可以多去做一個觀察 那穆華哥你呢 你覺得接下來選股的邏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營收創新高的 到底有哪一些 剛剛那張15檔 今天媒體有整理出來 我們以五月來講 因為五月還沒有全部公布完畢 合併營收創新高的產業 大家集中在航運 IC設計 生計 半導體 然後經驗設施被動元件設備廠 還有銅波基板 這個IPC廠等等 可以看到像惠洋KY 天玉 然後你可以看到像是精力科 這些包括最近染疫比較嚴重的 晶圓電 他們其實營收都創新高 所以為什麼晶圓電染疫嚴重 那股價也沒什麼跌 好像 跌幅沒有想像中可怕 對 他營收是對他這個股價 蠻大的支撐 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營收創新高 他有所謂的這個單月新高 也有所謂的歷史新高 就是單月新高 就譬如說我們現在五月 你創這個歷年來五月 但他不見得也是歷史新高 那我們來看到創歷史新高哪一些 以今年以來最強勢的 第一個中鋼 中鋼 他的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而且是創了將近287個月的新高 南亞 陽明 萬海 聯勇 技嘉 大成鋼 華邦店 連城 夜輝 立城 各位可以看到 這些股票大體上是什麼族群 鋼鐵 航運 然後加上驅動IC 大概就是包括剛剛講台坡 這些東西就是今年持續營收在創高的公司 代表什麼 代表公司很賺錢 那個業績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完全沒受到疫情影響 對 我們一定要以基本面為主 那基本面我們再去配合法人的籌碼 法人有買鈔的話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禮拜五個交易人 來上市投信買鈔 各位可以看到航空股 然後水泥股 然後海運股 然後鋼鐵股 有沒有 也是在坐落在這個族群 當然多一個聯電 那外資各位可以看到他買鈔 這個華邦店 然後海運股 長榮 然後聯電 然後買台積電開發金 所以說各位可以看到 共同交集都有長榮 就海運股 我們再來看下面 上跪法人買鈔 上跪法人買鈔像是漢磊 這個是共同有交集的 各位可以看到這樣另外 像東洋 富喬是投信買鈔的標的 萬潤設備股 另外在外資的部分 買金元股 像中美金 然後銅箔的股票 金居